从声音到实践 神教超跑设计师的老师的工作室 那我们来请高老师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就是宏林藤一世的佛杰人,我叫郭伦宏 我们就是专门在做新教,也有我们现在最终的爱教 对,他听说,我们刚刚有跟老师稍微简单的聊一下 老师很厉害,他好像是目前台湾瘦果仅存 就是有流传藤治首艺的藤教的老师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老师,您是怎么样接触到这样手工艺的呢? 因为修宣是说,一开始我高中的时候是在台湾瘦科 台湾瘦科,三边设计 因为跟我们太太结婚的时候,结婚到以后 接触到我们太太的家庭 他家庭在10个月就在做定教 他到现在已经80几个月了 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外面做工作 做到外面想说,本来想说要自己来創業 然后我们太太觉得有跟我说一件事 他自生出来的时候 他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阿公的旁边 看阿公在做定教 他就觉得,既然我是打相关科技 然后问说我要来創業 没有跟阿公这些手工艺画下来 那不然他觉得,阿公他要坐毁了 他把手工艺也没做 这样这个手工艺就失败了 就感觉有点可笑 对对对对 所以老师您是就是在 等于是您是在体制内设计的这个区块 学成之后,然后再转做传统艺术这个区块 对对对对 对对,那老师您要不要简单讲一下 红林,红林藤叶 你们的全名是红林藤叶社 对对对对对 那红林,红林这两个字的意义 红林这两个字就是,因为我的名字就是有一个红嘛 我叫高伦虹,我有一个红嘛 因为这个,我们到这个定居这个产业 是我们太太阿公 是,是 因为他说我在那儿学来 因为我们太太,他们到生林 他经过我们中人 他帮我们算过这个店名,这个笔画 还算过我的八字为什 他就觉得这个名,这个笔画 感觉起来有,我们传承到阿公这个所谊 就这两个字都有去,然后比划啦 跟那儿八字都感觉对我们很符合 所以我们岳父他算好了 他就给我们这个名字 就红林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两边的那个连结 然后才有现在的这样子的企业社 对对对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 因为一般像府城这边做轿子 我们就是,我看到的是木轿比较多 对对对 或者是竹子比较多 对对对 那像藤的话他的差异是什么 为什么会是用藤做 他怎么做 这样说好了 我们大部分我们都会做 差轿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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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差轿居多 然后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台南 我们更了解就是说 小路店 或是我们普通店 或是我们官省王 嗯 我们都会很接触到他在流去的时候 或是在办事的时候 他有一个叫大架 嗯 大架就是用电车的电缸 嗯 他其实他没有我们的缸顶 嗯 他就是他方便 他轻 嗯 再来就是我们在办事 有点像我们 貴省王说在 正行路的时候 就是在这种轻 嗯 还有轻 轻到我都会去 好移动的那个轿子 对对对对 可以让他好去办事 对对对,就是这样 像我们这边就是 像我们在台南看到的 嗯 像我们这次官省王 他出门 嗯 他也是去做这些事情 他还有写去 警察局做什么 哦对,很感动那一次 对对对对 他很感动 他还有写去什么地方 嗯 他就去接他们 跟那两个警察接回 对对 那就是 那也是我们订做的大架 哦 对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曾做的大架 跟一般木座的 他的轿子的差异 就是第一个是重量 对对对 还有就是他的使用的形式 是是是 哦 所以版书做大架 这边可不可以 请老师稍微跟大家 讲一下 就是大架 他到底他的功用是什么 因为其实像我小时候就是 因为我 我其实是半路出家来 也不是差别的书啦 就是做这种传统艺术 所以其实我印象中 小时候其实 我印象中有一种 有一种台轿的 就是也行轿 然后就冲到某个 某个人家的 那个就是大架 大架 大架 大架更好 更分辨就是说 一般我们的大架 上面有一个 一个枯 就是那屋顶 对对 一个枯 大架 一般也有一个 方便说 叫做无头架 无头架 就是上面 没有那个屋顶 没有那个架顶 他就是说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刚才有说 那个枪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当时就是 枪去那里 要捏拍咪 嗯 他就是轻 又好移动 所以枪去 你看他头枪有了 枪去就插了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他就是在执行 直接处理掉他 就对 不管是 于是说 那就是 好像 сказал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个大架 他的特色应该是 大概应该要有那些特色 大架的特色就是说 一般上他就是 死的人 放 头上 他 algunas人 我们teil架 然后 没盖 一般 一般是这样 然后 嗯 它摆动幅度里 好剧烈 对对对 可能更显示 说 我們生命很威武,要去抓牠的拍咪 所以你看牠的左右搖晃,會鎖 你看牠在移動的時候,你覺得說 不像我們一般八人叫牠的頭頭的走 你覺得牠的瞬間轉身就衝牠 對對對,很激動這樣子 或是說,牠看牠的爬,牠看牠的手腳就不停 牠就衝牠整頂了 牠就衝牠很靈活 所以在這樣的功用上,老師這邊的設計 會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牠在做,我們一般會把主家門 就是說牠要做五大頂,牠的長寬高 就是下文公以外做起來 再來就是說,我們裡面的生命大概要做幾尊 有的人說要做一尊 有的人說,我就笑三的生命要做三尊 有的人比較敵人說,我會軟身的三尊 多大尊要坐在裡面 我們就可以在裡面跟牠規劃,量身訂做 聽起來老師的那個就是 大叫其實是非常的客製化對不對? 應該說每天幾乎都是客製化 每天幾乎都是客製化 那除了說四人間之外,就是好像還有很多種類型 對啊,我們按照順序數字來講 就像說我們後面這是,現在很多流行的 就是一個人,我們同身叫他就是一個人 愛的,愛的就是我們家的生命 愛的就是我們家的生命 愛的就是要回去做廟宇,進香 這就是一個人 還有兩個人跟著看的就是 我們的進香,或是廟宇,過程,頭前 一般都會坐三台廚 兩個人跟著,有的是坐特立公 也有坐豪爺 那就是兩個人在跟著練教 再來四人在跟著就是 我們台南比較了解的就是大叫 如果中部我們這邊就是 台嘎媽啦 台嘎媽是以前四人跟著 現在四人跟著就是白沙豚媽祖母 對 對 其實早期台嘎媽也是四人跟著 然後再來到八人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傳統的大叫 八人跟著就是按照人數多寬 因為像剛才我們說到白沙豚跟台嘎媽 為什麼他們都要用定教 因為他們去進入一次 一天來回就八天九天十天 對 對 所以就是人力符合的錢 我們不可能都會做那些 做茶教 對木頭,因為木頭很重 對 所以就 不用先說把它做做燈教 燈教 比較輕 對 老師,那我有一個問題 像那個燈啊 這個 這個差不多 這個沒怎麼說 這個 燈條 燈條 對 打孩子用的 對 這燈條 想說燈條 這是什麼 剛剛老師有說燈 燈條 燈條 燈條你在做的時候 就是 這整支這樣做嗎 還是你做的時候 它的每個部分有哪些它的特殊功能 大概用做 像這就是燈條 這就是 你看這有一個很光滑的表面 對 這叫做圓燈 對 圓燈 像我們手的拿著 這有 這叫做圓燈 圓燈 圓燈 圓燈的時候就是 像這個這麼大支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兩個人的燈條 在用的 還是四個人的更燈條 就是用這個 用它的彈性更好 燈的 Q度更好 但是我們在做大支 的時候 就是 不可以只用這個東西 我們要把它 燈 燈 這個 燈表面的皮 這叫圓燈 我們把它燈面的皮 燈出 這就是 我們的燈皮 這是皮 對 這以前的人 小孩子是用這個嗎 小孩子是用 這種燈條 對 對 這是皮 這是它的皮 皮就是我們 每一個關節 燈到燈的關節 在拔的時候 就是燈皮 還有我們在編織的過程 就是用這個燈皮 在編織這樣 對 那這個燈是在做的嗎 燈 燈就是 我們手 哪有手 大小支 是 像我們比較適用的 這個尺寸 這個做起來 就是 由這個裡面 出出來的 它把它揉出來 揉出來 揉出來後 這就是做我們的 雞的骨架 有的還有 比較小支 像三米尼 直徑 人工刺的 這是做雞的 裝飾 這樣 對 所以其實 整個藤 它都可以用來做餃子 所以這芯 就是它的支架 對 這就是 這兩種 一種是大家拔起來 另外一種就是 它裝飾性的 做編織 對 可是老師 我看它的皮 很像竹子 它跟竹子有什麼不一樣 它跟竹子是不一樣的 因為竹子主要是 它跟竹子打開 要把它做一片一片的 竹片 這樣 它是 它都算是 纖維 一條一條 這樣 跟這個 我們的燈表面 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燈表面 它是光滑面的 再來就是 其實這就是 我告訴你 原始點是防水的 哦 對 它是不一樣的 成分這樣 所以其實 我們現在的 這些椅子 都是燈 對 都燈到那裡 燈到那裡 這有 這有上漆嗎 沒有 因為我看它這摸起來 都滑滑 油油 對 這也是 像剛才我們看 比較 比較 纖維 比較白色 這樣 那就是用 坐骨 因為我們先骨 也是有油 有什麼 對 而且我們有那個人體工學 所以每次做的時候 它就會有不一樣的 對 對 我們坐骨 是說 換一條 因為燈也是叫我們 我們的體重 我們現在坐的體重 它就 慢慢變了 對 對 對 如果你看到這點的 顏色 你看看 怎麼會比較皮色 其實就坐骨 還有我們身體 流汗 這樣問到 那就是 歲月痕跡 歲月痕跡 然後就是那種 人的那個油脂 去幫它美化 這樣 對 對 好喔 那 那 我剛才想到一個 東西我還沒去這邊問什麼 對 老師你們 那你剛剛有提到那個編織嗎 對 然後因為老師這邊又是 藤葉 紅鄰藤 紅 紅鄰藤葉社 紅鄰藤葉社 那 嗯 你們藤的那個編織有特殊性嗎 有自己品牌的特殊性嗎 有 像我們太太說 我以前學的時候 對 因為我們家比較特別 我們家的 鞠子 在編織的時候 我們的頂皮是 經過我們 黏色過 嗯 黏色過之後 還說有 跟一個 叫做骨殼 還有一個叫做鞠子 還有一個叫做鞠子 有這兩個圖案 所以我們大部分 在外面看到 看到這兩張圖案 都是彩色編織的 嗯 不可以說裝飽啦 最沒有爆 我們是九十九 都是我們家做出來的 對 這就是 我們家的特色啦 但是我們家的比較傳統 還是十字交叉 呈現了一個英國的國籍 所以說他們就說 叫做國基會 嗯 這個圖案就是 大部分的做 電球電衣 都比較接觸到的圖案 嗯 對 電球電衣比較接觸到的 可是那個就是 比較一般的 你們主要的還是 就是那個 菇形的那個 對 那個六角的菇形 跟放射狀的菊花 放射狀的菊花 對 那那個 好像不能外傳 對不對 嗯 可以說 哈哈哈哈 對 一開始 一開始 我要學的時候 阿公就是 第一個條件 我們一開始有說 就是阿公說 你要學可以 就是 不能跟外國的人 嗯哼 因為我算 阿公本來是 他要 四代的傳 怎麼傳到來 他就覺得 嗯 我記得他是 長孫女婿 嗯 他覺得 那我也算他們家的人 當然 他就說 傳到外國 沒有什麼 比較沒關係 對 然後阿公也覺得 你不要跟外國的人 啊 他要你 做到你不做 你兒子 他要我兒子 要做的 我就跟他 我兒子 對這個 沒有應付 就做到我們 沒有辦法做 我們就 收起來了 哦 對 阿公說 因為這條 是 我要跟外國的人 我給他答應 對啊 所以就 我就敢 我就不敢敢敢敢 那這樣 那這樣聽起來 就是 阿公是 我覺得其實很多的那個編織 是真的是 你們家自己獨創的圖案 跟獨創的手藝是很特別 那 通常 嗯 在這樣的製作的話 他這樣一個酒 譬如說 這樣一頂個人的那個酒 從 支架到鞭支 這樣完成 大概是多久的時間 如果像這個一個人 愛酒 我大部分工期 就差不多7到10天 7到10天 對 那你學成 就是你從 因為一開始老師 是從設計這邊 嗯嗯 開始做 然後一直到 自己這樣出塞 你學多久 嗯 算說開始 跟阿公開始學了 這樣 其實算是斷斷續續 一直學了 差不多學 接近要三年的時間 嗯 就是阿公哪家 我哪家做 嗯 我哪家做 過程 到後面阿公 他經過認同 之後 我才 換回自己的房子 嗯 開始 算是正式創業 這樣子 對 那你跟阿公 在這樣學的過程中 有什麼神奇的事情嗎 或者是阿公那時候 是當初他怎麼樣答應 要給你做 你是跟阿公撒嬌 說阿公我最想要做阿公 就給你做嗎 嗯 還是跟阿公拉一下 因為通常大家每個人 小時候都會有一個很好的阿公 對 對 算 一開始是 我跟阿公來問 問說 我過去都 讀相關科系 嗯嗯 從事的工作 也是都相關設計美工這個方面 我想說 阿公我還做小孩 就都在 城隍廟 都在那裡的房屋 那樣 所以其實 阿公 我小孩 其實阿公就是看著你長大 對 然後 後來就跟他問說 啊 你敢 我現在想說 要創業 想說 不然 自己想問我 可以讓我創業 沒有創業 沒有創業 對 阿公就是 阿公到那時候 也沒有說要給我創業 哈哈 他不是不想跟你創業 他就跟我說 說條件 之後 他就希望跟我講一句 你命財 跟你長人照車 嗯 來跟我財 我帶你來買材料 喔喔喔喔喔喔 通常帶人買材料 就是要跟你說 阿拼撇步 對嗎 對 然後就是說 我們這些東西 紀元做生命的東西 對 阿公紀元 要帶我們去買材料 嗯 然後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對 因為 之前 那個 後龍 後龍那些神教 是阿公做的 嗯 阿公他們附近有一間土地公廟 嗯哼 他們也要做神教 阿公他就是 我們要去買材料 嗯 他就跟阿公 嗯 他就跟阿公 林先生 我還要再做一張 電影大樓 麻煩你幫我做好嗎 嗯哼 阿公就是 我說 我那麼久沒有做了 現在 現在要開始做土地 你還要讀水卡頂來 就這樣完美的巧合 開始 對 就開始學習 是美好的安排 對 就開始 學習做 開始做第一頂 是 所以那是你的第一頂轎子 對對對 然後就是阿公手把手的教你 從支架 對 然後一直到鞭子 就是先說 為我們 算材料 我們這頂教 我們學起來參觀到 我們要怎麼佈局 好料 算材料 嗯哼 為它頂教 一支一支 手工機 阿基好 整頂教 把它頂起來 雛形頂起來 嗯 還在裡面 輕啊 八卦裝啊 一些燒火 把它頂好 做好之後 拆開 嗯 年熟 年熟 然後再開始包這些頂皮 包這些骨子 嗯 還再把那些輕頂回去 還在輕頂上面 兵這些火燥 就是一步一步的動作來 這樣 我頭暈了 那感覺就好像一個移動式的小廟 對 對 一個移動式的小建築小廟 然後讓你的神明 可以好好的跟著你出去玩這樣 對啊 對 哇 那很開心耶 對啊 那通常這樣子 一個轎子 一個藤座的轎子 它可以放多久呢 嗯 現在我們看的就是 看到阿公的作品 看到 差不多五十年前的作品 五十年前喔 嗯 以前我們是 暫時還沒有看到 嗯 看到五十年前的作品 嗯 以前也有遇到 差不多接近四十年前的作品 嗯 然後那間廟的 那間廟的主委 他們就是說 想說要把那間廟修復 對 對 然後他們找不到地方 他們就找到六天 嗯 六天一看到就跟他說 啊你這個以前的相營島做的轎子 後來他又找 已經六天的那個 做新轎 做差轎 他又拿電話 他又聯絡 他又找回來找人 你看到 然後就看到 這就是阿公以前做的轎子 對 那一開始我來想要給他修復 嗯 就是把那些破舊的頂部 都給他拆掉修復 啊不然經過了解了 了解公圍訪談的過程 他就覺得 嗯 我感覺這樣很有意義 不然那間廟不要受理 嗯 那間廟都放在廟裡 啊現在 孫篩又做了一間 嗯 他有人來拜拜 他就說 人家怎麼來 人家介紹 嗯 啊這 這阿公做 啊這已經孫篩做的 哦 就是有時候也是 給我們一個傳承的機會 哦 啊你就是放的啊 可是他那個破舊的部分 不用修復嗎 他就是保持原狀回老的 哦 因為我們要再修理 嗯 其實會很明顯 對 因為我們現在還要修理新的去 就會有新舊的差異 對 變成熟這樣 嗯 其實也是不錯啦 對啊對啊 其實是不一樣的味道 有的人覺得 那就不要維修 讓他維持那個舊舊的樣子 然後再一個新的疼的那個 那個神教 對 欸其實也剛好我要問到你修復的事情 就是您在這樣的過程裡面有遇到修復 需要修復的疼疼嗎 疼疼其實要修復我們的行評估啦 嗯 就是說 現在的做法 阿公家的做法 跟阿公以前做的做法是不同 以前做的做法就是 一個地方搬過去 可能聽幾個連動的 牽涉有很多地方 對 因為它是編織嘛 對 所以它就是等於是線條的概念 對 然後如果你一動就是整條 就是 欸剛剛那一條很長的怎麼不見 對 對 可是你如果做一條 譬如說你這麼長 你一定要整條都換條 對 有時候是有人在聽的過程 假設一條在這裡 對 那這邊有冰灰 對 這邊有八卦窗 對 有時候聽幾個話是 你整個要修復這邊 對 但是它以前是放連動式的 嗯嗯 所以這邊也都沒有去聽到 哦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的做法就是 不再用這種做法 現在的做法就是 假設這邊的窗戶 搬過去 要維修、搬過去 就是 只有維修這邊就好了 這邊就維修這邊就好了 就是 就是一片片的概念 都是一個個體 個體分開 但是 修理也是要看 就是 看說 這個東西 它的年代 嗯 因為 最以前的定教 它的骨架不是用定做 嗯 最以前的定教 它的骨架是用插入定 哦 對 如果看到那個 我會不一定 我會把它評估 就是說 就是說 假設說我們把定全部都拆掉了 嗯 拆皮都拆掉了 嗯 做這個炸的骨架 嗯 假設說我們現在拆掉了 炸的骨架裡面是 破舊不堪的 還是依然有酒啊 嗯 這樣似乎這個骨架是不是不好啊 這樣改更不好啊 這樣定義你都拆掉了 骨架又搬起來是不是 又不好啊 嗯 你就變不保留一個文物啊 對 對 然後就要評估啦 如果小部分 小地方 我們才可以把它維修 嗯 如果有很多的 我們就要評估說 你如果這個都拆掉了 這個又拆掉了 這樣你過去就是 我也拆掉了 對啊 那你不能幫他找新的 那個木頭 弄上去嗎 嗯 要看東西 大小行 但是那種也是一種賭注 哦 就是說像我們骨架齁 我們骨架這樣拆 覺得OK沒問題 對 但是你如果骨架的頂部都拆掉了 你不知道裡面是 完整性是怎樣 嗯 如果完整性不好 就是 定義你骨架又定製嘛 嗯 定製就定義 骨架又定製 外面又定製 那就乾脆就是一個新的了 對 除非就是 你就要按照他原本的那個行李 嗯 他可以做一個新的 對 然後就是 也是比較人家說 有的廟 他有空間的 有的 我們也是盡量讓他 他希望喔 嗯 他把既的東西保留 嗯 然後他再做新的 嗯 就是要讓我們 後面我們的行李 我們知道 啊我們過去 我們的廟有什麼東西 過期他使用 會叫 一什麼新的 啊現在一什麼 嗯 不要說東西都是 不要把他修理 都變新的 我覺得這樣有 比較可笑 對 我覺得其實這也是一個 妙得他的那個傳承的意思啦 就是至少 然後他就是一個博物館 或者是一個文物館的概念 那概念 讓人家知道說以前的人 他們他們的脈絡是什麼 那現在新的 我們新的做法是什麼 對 或者是新的樣式 更新的功能 是什麼 這樣子 嗯 欸其實我今天來你們家 我覺得藤真的很厲害耶 他 我坐的這條也很久了對不對 對 這條多久 哈哈 其實這兩間 他都超過五十年以上 五十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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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兩間鞋子 你坐你覺得說 嗯 那個餐廳 那個餐廳 一般坐的鞋子不一樣 嗯 因為這兩間鞋子 是 阿公他現在在做 嗯 到時候要變火 嗯 我們在變火的時候 他這個餐廳 他坐的比較適合 就說這樣一邊坐 他坐 那邊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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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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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天啊 那等於是一種客製化的一種 對 即使是 不管就算是轎子 然後就算是椅子 它也是一個客製化的高度 對 跟怎麼做的一個方式 對 真的很 聽說 阿公的人體工學 他覺得說 阿公的生活就是差不多六罐 對 坐起來就是這樣 對啊 而且很舒服耶 對啊 因為我剛才學 我一開始在學生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餐廳 其實我坐的 我覺得很不舒服 我覺得說 嗯 啊這椅子怎麼那麼短 對 跟我們坐的椅子不一樣 對 但是因為我們一開始也不一樣 那個動作 對 他一直跟我們開始在 平衡的時候 平衡的時候 我們坐的這個椅子 叫它開的 嗯 然後那個廚的 叫它放廚廚嘛 嗯 我們坐的到好平衡 我們當下坐下去 就像說 原來這個椅子的拐頭是有意義的 因為它是有它神奇的功用 對 對 對 完全客製化 而且這樣很舒服耶 不要去買那個什麼上萬塊的 那樣什麼人體工學椅子 所以有時候來找老師 然後就是 要所謂的高度 或者是那個角度 也許都可以設計耶 對耶 不錯喔 好像我們又講了一個新的方法 我一天到晚在幫傳統藝術老師 想一些五思三 對啊 好喔 那我們就是今天很謝謝老師告訴我們 就是竹子跟騰的那個的差異的叫的差異 然後還有就是老師的學習過程 那其實就是我們知道的是 因為像做神教多少還是有跟神 或者是跟寺廟這邊有一些接觸 嗯嗯嗯嗯 那我們下一個階段啊 就是要來請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在神教這邊 在製作的那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遇到什麼神奇的事情 嗯嗯 老師這邊應該有很多故事吧 對啊 很多故事 好啊 來跟大家分享這樣 好啊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大家的首帝 那下禮拜同一時間 再繼續聆聽我們的故事喔 掰掰 好啊 好啊